Lighted and so Bubble pd g Emprofacably Happy endingly And love is better than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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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现在就过去 小姐 你没事吧 你需要什么 我怎么会在这里 小姐 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 之前 你过马路的时候 撞上我们车了 你们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下午五点了 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输了 关于赔偿的问题 没事 不用了 我好晕啊 没想到这个男人 这么有钱 难道 小姐 大了 好 那个 云夫人 你就别生气了 你只要把星天留下来就好了 我一个人苦一点累点 没关系的 我只希望星天 有一个疼爱他的爸爸 云夫人 你就把这协议签了吧 一名他都签字了 妈 想想 你不是 我 看见你 真是太好了 你是怎么了 翔翔 有人欺负你了吗 翔翔 你被人欺负了 是谁 告诉阿姨 阿姨找他去 我就说嘛 翔翔应该有个姐姐 将来啊 星天也能照顾他是不是 这娘娘居然登座入室了 他们想干什么 翔翔 你 翔翔 你 你别闹了 你干什么呀 这是干什么呀 你要相信我 你要相信我 都是有目的的 到底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 我只是想让星天 回到他爸爸身边而已 我们母女 你别再说了 姜小月 你以为 我不知道你的靶性 岳翔 想让他打死你 想让他打死你 你以为 我不知道你的靶性 岳翔 想让他打死你 叶夫人 好久不见 这不是海市第一世家的少公子吗 他怎么来了 傅先生 云家这么热闹啊 云先生呢 家里的事实在是羞愧 我们只是送云小姐回家 叶夫人不必紧张 云小姐 你的包 那个 不好意思 您 认识想想 说来话说 哎哎哎哎 你们等一下啊 你们别打岔 我们正谈着事情呢 我这说哪儿啊 少爷说话不许打岔 打岔 是你打岔还是我打岔 我可是先到这里的 哎 我跟你说啊 这么说 我们还得排队了 你外面等一下啊 闭嘴 爸 还蹬鼻子上脸 妈 你要是还不出去 别怪我不客气了 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这是联合机来欺负我们 母女啊 云夫人 你要是今天不收留心田 我就死给你看 妈 不 你真是干什么呀 亚阿姨 求求你就答应我妈妈吧 妈妈也是为了我呀 我现在就死 我马上就死 血流在这里到处都是 你怎么收拾呀 你不要冲动 没事 没事 让他们去 我有 我 你 我扎了啊 那你扎啊 我真扎了 你扎 我现在就扎 你赶紧扎 反正我们那么多人在这儿 大家可以一起收拾屋子 对不对 这给今天想的还挺有意思的 都录下来了吗 全部录下来了 好吧 人证物证俱载 夫人请班 不用在意我 到时候除了人命 也好有个见证 行 算你们厉害 我今天还就不想死了呢 改天再来 他们果然不怀疾 走 新天 你们休想得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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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等一下 云小姐 你怎么出来了 今天谢谢你们了 要不我送送你们吧 你都带了 少爷从来没有问过关于女孩的任何信息 这是少爷单是三十一年来第一次问 还是关于你年龄 难道 清心寡欲的少爷 终于要开花了 我二十三 二十三 小事小了点 但是 跟我们家少爷 还是挺般配的 嗯 总之今天真的很感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那两个女人 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啊 嗯 我是一个商人 商人 从不做赔钱的买卖 嗯 好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装我的事情咱们就扯平了 互不相信 云小姐 你忘了吗 是你自己往我车上装的哦 是啊 云小姐 你当时过马路魂不守舍的 还耍红灯 这点可以调提供查的 幸好啊 是撞在了我们少爷的车上 我们少爷心善 才把你送到医院的 那 你想怎么样啊 我好像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 那你先欠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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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对不起 记住 是你欠我了 那就混混有气喽 云小姐 给的名片上的电话号码 难道看不到吗 都说他号码无理 好像 也不是那个样子 没想到 还挺仗义的 嗯 切手 是你欠我了 等消息哪 屏幕走 千年天书要开花咯 无论如何 还是谢谢你 如果你需要什么 我做的事 随时打给我 这是我的电话 晚安 还挺可爱 我当年就是年轻 一不小心就生那个孩子 是他勾引我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当年就是年轻 一不小心就生那个孩子 是他勾引我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是为了你好 为了这个家 特别是为了想想 我就没告诉你 你干嘛非着逼着我干什么 云一鸣 当初你身无分 来到我们叶家的时候 你是怎么跟我父亲保证的 这 那江小月她没有什么坏心思 好不好 她们俩俩过得也很苦 她把新田送到咱们家来 她就希望新田过个好日子 哎 你想啊 我就这么一个情商人 你不是人渣 是不是 我一定要把她赶出叶家 我没个女的 嗯 哎 想想 你怎么在家你你 啊 妈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当然要回来 哎 哎 新田呢 她也是挺肯爱来 你们俩一边的 能玩到一块儿了 玩你个头 妈 她的态度你也看到了 我们这就收拾收拾回叶家 要是让叶家的人知道的 那么多分天 走 妈 走 行行 绝不得让他们回去 我错 我对不起你们 我 我喝多了说胡话 我保证 我不会把他们弄到家里头来 咱们是一家人 嗯 咱们是一家人 破眼花脸皮 想想 怎么和你爸爸说话的 你这样 你有什么要求 你就提出来 爸爸一定答应你 好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你就给我们 写一份保证书 保证以后不再与江小月云 新聘二人来保 叶青性子软人 请问住他 再多机会 好 那就等明天 明天律师来了之后 让律师来公证 还有一条 我要去公司实习 之前 就是因为对公司的事一无所知 才会被牵着鼻子走 好 这一次 我一定要保护好妈妈 怎么了 不可以吗 好 那你明天这样 你到公司那个餐厅 从服务员上干起 服务员 欢迎向总理 什么名移民啊 把我放在餐厅里 当服务员就先打了 服务员 写菜 来了 你 那个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不欢迎吗 这我哪敢呀 欢迎 当然欢迎 衣服有点丑 听说你要订婚了 订婚 你不是要和林家的公司订婚了吗 对啊 今天是林家 来商量订婚的日子 你喜欢她吗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那个 我还有接手 我先走了 少爷 少爷 受刺激了 要不然 要不然 咱们吃点东西 吃吃吃吃吃鸡腿吧你 叫你们不要急 不要急不要急 听我安排 你现在这个事情搞成这样 你怎么办 哎呀 我能不急吗 眼看云想想 马上就要和林家接亲了 这汤妙设计进来 这财产不是又多分一个人了 放屁 你格局就不能大一点吗 林家生意住那么大 两家联姻的是生意 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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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听懂了 爸妈 我出去一趟 你又干吗去 有点事 我跟你说啊 你跟那个姓林的那个小子 你别给我咯咯咯咯咯咯咯的 你瞎搞 是他喜欢我 又不是我喜欢他 哎 这样不是更好 让辛陈嫁过去 这也算是一个生意啊 走了 小心点啊 那 那你听会不会搞死我 走 少爷 要不然 咱们现在去追他 走 别笑笑 一直就笑了 好 你不见阿泽也不过 妈 想想啊 去 想想回来了 收了的衣服也漂亮了啊 衣服也漂亮 哎 想想 怎么连个招呼也不大 没事 没事 跟林叔叔打招呼 林叔叔好 哎 好 好 呦 老风回来了 宝宝现在工作了 是越来越懂事了 啊 是越来越懂事了 还是两位亲家交得好啊 一想到林哲 能给我娶这么好的儿媳妇 我做梦都能笑醒啊 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你不开心吗 这不有人欺负你了 啊 你看这小手冰的 哈哈 看看 多半配啊 要不 就这么定了 嗯 好 明天订婚 年底 就让他们完婚 好 那我 我可怎么办 宝宝 我有话想跟你说 阿泽哥哥 我也有好多好多话想要跟你说呢 是吗 嗯 要不 去我房间 走啊 走 走 好好好 走 走 阿泽哥哥 来 坐这儿 你坐那么远干嘛呀 嗯 来来来来 走 嗯 嗯 等一下阿泽哥哥 嗯 我还帮你捡 你别看我 love is better that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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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 好 我们继续 阿祖哥哥是谁呀 谁 谁 谁 都不如我们家宝 宝呀 我自己来 制服又好 我喜欢 喜欢就好 阿祖哥哥 原来 你喜欢这样的 特别喜欢的 你越打我 我越兴奋 来 打重一点 宝贝 你那么一点点疼啊 咱们轻一点好吗 好 阿祖哥 你把眼睛闭上 好 我闭上 来 好了啊 你这边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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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有病吧 来 我 救命啊 飞你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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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晓晓 起来 林子 你干什么 不是这样的 不是简压 是简压 难道你想想起婚不成 是啊 我让你看我这 之前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这 就是 当时 于想想他就拉着我进了房间 给我按床上了 然后他又脱我衣服 我不肯 他还截我扣子 那我想 他 他要来真的了 那我就给他来真的了 你说什么 妈 你打他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我给于对 没事 妈妈 小姐 反正就是 云想想想他打了我好几个嘴巴子 你看 只能还在这儿 该打 那你才怪 你什么体统 叶夫人 对不起啊 您想想起 小姐 没事吧 是这样啊 这年轻人嘛 血气方刚的难免犯点错误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跟小姐道歉去 我道什么歉我又没错 闻想想啊 您还不想跟我好 咱们就退婚 对就退 有多远给我滚离虎 干什么这 我愿意 我有事 好 我可以 有一点 我会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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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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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 老贝 阿左哥哥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还不是因为那个人想想吗 既然你们这么好 那我就给你们祝珠星 好 你好 那个你们能不能帮我送瓶酒到楼上 你好 您找我 喜欢你 就是 有点贵 钱不是问题 对 记得一定要帮你 好 我懂 请 酒店服务 我没叫酒店服务啊 林先生 您好 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 为了庆祝节日 这是我们酒店特意为您免费提供的酒水 希望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加油啊 可以啊 送进来吧 你的酒店服务上了 哇 哇 阿左哥哥 这是你特意为我准备的吗 当然了 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你好坏啊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先生 真的好巧啊 不巧啊 我看你半天了 那个附先生 你也是来入书的吗 这里是附家的产业 我 我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自己留意药 烫雪快乐 站住 你 你答应 儿童节快乐 入场下心 接着快乐 这儿童节快乐 少爷 这不好吧 嗯 查一下里面住的谁 哦 好像是附家的林泽 少爷 还要继续听吗 你喜欢的话可以听一夜 我给你带新手奖 我给你带新手奖 有试听 还没有到啊 他已经在路上了 路上有点堵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那我们先入席了 好好请请 恭喜你小小 小小恭喜你 赶紧 字幕林 10点 你要去哪啊 我去订婚宴 二哥哥你不要去好不好 订婚宴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就是喜欢你的人是我的 我知道 你就在这等我一会 我去就回啊 我跟他这有什么地方 系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 吃饭了 好了 别着急 我们再等等 他会来的 您说过来的电话以外 对不起 林总 这阿泽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正着急呢 这臭小子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去 两位 这时间都已经过了 进来玩到了吗 再等等 再等等 一定在路上 各位亲朋好友们 很抱歉 我的未婚夫 没有来 既然如此 这场订婚宴就到此为止吧 让大家白跑一趟 非常抱歉 等一下 想想 阿泽一定堵在路上了 你不要着急嘛 我看不是堵车堵在路上了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您的宝贝儿子现在正在酒店 和一个女人 鬼混 发生了什么回事啊 这什么回事啊 这么多人 不要再说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 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 这是什么 我好急啊 我 这是 我 你这样 我 我 我 你若不信的话 我可以给你地址 你现在便可以去查 既然如此的话 这场订婚宴 就到此为止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不嫌个名字吗 你嫌个谁啊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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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宣布 我云想想 恢复单身 海誓的失婚男子 都可以报名 你 不好意思 请让一下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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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誓的失婚男子 都可以报名 你 不好意思 请让一下 附先生 您怎么来了 您怎么来了 不欢迎吗 欢迎啊 定婚宴砸了 小女 她不懂事 我看不懂事的是林家的少公子吧 你刚才说海誓失婚的男子 都可报名 那好 算我一个 什么 那您的意思是 想想嫁到你们父家 只要他愿意追溯了口 好好好 想想 这个可是你八辈子修来的部分 你好好给我把握啊 哎 你 你干什么 你在旁边先等会啊 哈 你你你 你还是不是他爸爸 你也不忘了想想愿不愿意 虽然我对你有好感 但你也不能那么直接吧 傅先生 多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们云家小门小户实在是 这都不是问题 对不是问题 哈哈 我我带我们想想答应了 云先生 这是我和想想之间的事 我希望他能复 好 傅先生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想 我需要考虑一下 他拒绝我 是他 也会顾及我身体的三缺吗 好 那我期待你的答案 希望不要让我更开心 好 你这混账东西 看你做的好事 爸 你听我解释 不 不是这样的 当时是语言想想 照片都放出来了 你还狡辩 林家的脸 都让你丢光了 现在全孩子都知道了 你看我这老脸 以后我哪里割 我才是生孩子 你事到如今 你还不悔改 以后 你怎么在这个全家里立足 你 你 想想 今天这件事情 确实是青天不对 哎 我替他向你道歉 江富家 是多少女孩梦寐以求的事情 人家起跑头都要挤进去 你今天怎么就 好 你不为你自己想想 你要为爸爸想想啊 你怎么与人家想想啊 人家和富家结合在一起 那是多么大的帮助啊 爸爸是为你好吗 爸爸 我是不是应该叫你 云叔 才比较合适呢 不是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好 其实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是吗 云叔 云想想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 站住 站住 你婚宴上的照片是你拍的吧 是你自己不要两个运行片果果 你好好意思来证我 我知我 我就知道是你 你 你 你有证据吗你 有那瓶酒 有那瓶酒 是你送的吗 我的老腰 我 你看来这一天酒喝的有点多呀 要不是你站着 站着就站住 你站着 你站着我 你有本事你过来你 嗯 行 你妈借着叶家的权势 就可以破坏人家家庭 一个三儿 你呢 你在我的订婚宴上涉局陷害我 败坏我名声 你让我恶心 你们母女俩 一样让我恶心 恶心的想吐 你怎么打我 你还打我左脸 谁让你嘴贱呢 我告诉你 你要再敢侮辱我妈 小心 小心我等你不客气我 你给我一下试试 你又把人你偷过来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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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他 他 谁他没有 他 打我左脸 你能不能换一遍脸的 右边你很疼啊 怎么 还想打吗 你太欺负了 你先讲 咱们这事没完 走这条 没完就没完 那个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这不太方便说话 换个地方 嗯 好好 请慢用 嗯 谢谢 嗯 那个傅先生 楚河呢 外面 这里 这里 这里怎么 一个人也没有啊 我包场了 哦 上次丁慧宴上的提议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傅思涵难道是真的 难道他真的对我有意思 不是吧 那个傅先生 您家事显赫身份高贵 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实在是不敢告白 他是在拒绝我吗 这盖斯的推兵 他不会是嫌弃我的吧 你是在拒绝我吗 啊 嗯 不不不不不 我怎么敢拒绝您呢 我只是 既然不敢 那就是接受我 那个傅先生 我们相差八岁 地位悬殊 所以 您还是不要开玩笑了 年龄不是问题 身份地位更稳 不非 你对我不满 没有没有 我没有对您不满的 您真的挺好的 只是 你私人 我 那个傅先生 我想过平凡的生活 你刚不还是接受的 接受 你说的不敢去 傅先生 我就是一直想还你之前的人情 对了 你也想好让我多什么 一生相许 那个 傅先生 你们还是别开玩笑 傅先生 我可以问一下您吗 您到底是对我哪里感兴趣啊 我们又不了解对方 怎么谈得上这些 你很特别 特别 总之我对你身上的一切都很感兴趣 更何况订婚宴上 我已经报名了 当时的处境你也是知道的 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当真了 我当真了 那个傅先生 要不然我把刚才牛派钱装给你吧 不用了 既然我是你的主违恒夫 自然是我请你了 准未婚夫 准未婚夫 怎么 你有疑 那个 我 我 我先走了会儿 虽然你已经是我的准未婚妻了 但也不用每次都这么触动 我 少爷好会呀 对不起 衣服开了 疼不疼呀 哎呦呦呦 好兄弟 没想到 那云小小 真的勾搭上福家 他们母女两个 就是狗杖人士 欺负我 瞧不起我也就算了 但是欺负阿泽哥哥 这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星天 你太善良 好了好了 有我在呢 我天生就是太善良了 给我把他往死里找 就这点钱啊 也就能让他哭一下吧 那就先让他哭一下 让我哭他 咱们找他 咱们要救他 咱们想把他哭的 咱们要不存在 咱们不能帮他 咱们要不开心 咱们要不开心 咱们你要不开心 咱们要不开心 咱们要不开心 咱们有没有 咱们要不开心 不好意思 你们这招牌菜什么呀 我们这边的招牌菜有牛排 然后还有后切三文鱼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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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排是吧 给我来个羊仔汤 不好意思 先生 我们这边是西餐厅 没有羊仔汤 我就要羊仔汤 再给我加个北冰羊 实在是不好意思 先生 我们这边真的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啊 长茬呢 是吧 我大哥说有 就要有 知道吗 实在是不好意思 先生 这些东西我们真没有 你可以 啊 看什么看啊 没看过欺负人啊 小姑娘 记得 告诉厨房准备好 后续 我们会经常过来的 你给我记住啊 我们会经常过来喝羊仔汤的啊 走 好 晓晓 провер 你在餐厅 对我教你 有什么事吗 什么了 还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傅先生 那我 你没事的话我先挂了 我马上过来接你 好吗 把衣服换上 来餐厅找我 还挺合身的 过来吃点东西 阿兰 打仓好了 别敢包 谢谢你 傅思汗 叫我韩 傅先生 这样不太好吧 你是我的准未婚妻 尽早习惯的啊 那个傅先生 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呢 傅先生 傅先生 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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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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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我交给你们任务 什么任务 一鸣 你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呢 你瞎想什么 现在不是风口浪尖上面吗 你要怪啊 就怪你们家女儿 事情搞这么大 我知道 我都已经说过她了 是我不好 我没有管教好她 她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我不好跟叶青交代 那你也不能不管我们呀 这面都不见得 我怎么办呢 叶青毕入我签了一份协议 说从今以后 叫我不要跟你们母女聊天戏 那我们偷偷摸摸也不行啊 实在不行 你跟叶青离婚算了 你在公司这么多年 任劳任怨的 总能分到一点财产吧 姓叶的那个老不死的 当年在我跟叶青结婚的时候 逼着我签了一个婚前协议 如果我有负于叶青 我就得近身出户 近身出户 那这份协议在的话 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要睡大间吗 你不要一惊一乍的 我心里有说 还有啊 你别跟我吃这个垃圾食品 一边吃一边放屁 那你还吃 那你还吃 一边吃 明天吃 这个适合 都不会显病 那你吃 这边吃 你想跟叶青能 那你吃 都能吃 用这边吃 一边吃 魚 这边吃 就是 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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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想看书啊 你早点睡啊 妈 云书 他好像是在上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又想干吗 你别那么猜疑他 妈 还是小心点为好 喂 丑先生 李小姐 少爷让我来接你 你不用那么麻烦的 我请在路上 马上去吧 好 那就谢谢你了 拜拜 好 拜拜 好可爱 这样吗 虎哥 你说傅先生会不会不开心啊 少爷平时比较爱干净 我也不知道 不过 不过 是于小姐你的话 也说不定 少爷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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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是什么 是这样的复杂 我在路上捡到了一只小猫 它太可怜了 所以说我就把它抱了回来 要不然它会死的 你看 是不是很可爱 你喜欢吗 嗯 我特别喜欢它 但是 我怕你不接你 我怕你不接你 你喜欢就好 我不接你 真的吗 你来看看它 你看 你抱抱它 它很可爱的 很乖的 好吃 我妈妈不太喜欢猫 所以 我也不知道 该拿这小家伙怎么搭 那放我吃吧 真的吗 太谢谢你了 你也喜欢猫的是吗 爱无其无 怎么办怎么办 好像有点喜欢它了 嗯 那个 我们 要不然给它起个名字吧 那你说叫什么好 听你的 那我们就叫它 暖暖 怎么样 那我是叫韩韩吗 嗯 嗯 那个 猫先放你这儿 我去训练了 不离 我要强大出来 绝对不想要是你低头 你别打我 你打百分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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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演我 一个我一个 empresa 世界上的变化 我最好的变化 我知道 都更得了 最好的变化 暖暖 四海 谢谢你 愿意收养暖暖 我也愿意收养你 你 少爷 云小姐 车准备好了 车到了 我就先走了 你们家的事 需要我帮帮吗 小姑娘 小姑娘 我们要过来看你的 不是 咋的呀 我大哥说话你没听见的 我大哥要羊瓢就备好了 我跟你说 这次再没用 我大哥可要发表了 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们啊 羊汤呢 已经为您二位 准备好 一只 两只羊 您的羊汤好了 张哥 羊 汤 啥意思 耍我们 耍 对 耍我们的 好 你还想喝羊汤吗 不喝了 不喝了 那还不赶紧给爷滚蛋 你应该让初恶跟着你呢 没事的 我这不是打赢了吗 是吧 你 你轻点 一会儿处理完伤口 今晚在这儿好好休息 我还是回家去住吧 太晚了 不安全 楚歌不在 明天我送你回去 没事 反正我自己走夜路走惯了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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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少爷 都准备好了 你当初也没说那女的那么能打 对啊 李少 再能打不就一娘们儿吗 弄成这个样子 你这话说的 你没看到我兄弟俩伤成什么样了 对 你看我 看我的眼圈 你看我的嘴角 那你想怎么样 李少 我们得加钱 我们得报仇找人 把店都给他砸 行 行 行 我再给你们这个说 罢了谁啊 谁呀你啊 把他灯给我灌了 傅先生的女人你们都敢碰 你们 怕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啊 傅先生的女人你们都敢碰 怕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都什么时代了 还玩这种龙马手段 我们少爷最看不惯你们这种人渣 你们也太肆无忌惮了 多少钱啊 好 你们就把事情给拜了 五万 五千 富先生 我们也不知道是你这个人 你看我们狗眼看人 看 密西泰山 你 富先生 你这次打人不计想让过 放过我 对对对 让你干什么呢 这有误会的 把这圈子给我留下 我现在就给你们五万 你当我们什么人啊 我们是 汉牌的人呢 我们是 原则的 下手轻一年 原刀富人密 好嘞 吴先生 你打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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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手轻一年 原刀富人密 好嘞 吴先生 你打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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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房间 你说我应该在哪儿 那我们这也不能睡在一起 这些都 夜深了 赶紧睡觉 嗯 那 要不然 我还是去 睡沙发吧 哈哈 你们两个吗 你要是再不安心 我现在就让你换眼睛 不许下床 不许下床 好 是不是 我自己打不计 是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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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晚上睡得好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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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我这么近给你 明明是你靠近我的好吧 不明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好点吗 好多了 张嘴 我 我自己来吧 我 我自己来 要吃点 我 我帮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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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傅思涵 我待会儿 得回去了 我妈 刚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其实 我可以帮你的 谢谢你 你帮我的 已经够多了 嗯 是 好多了 撒撒撒 凌 李宗盛 我听江小月说 行情别已经转移资弹 你要小心哦 我是不是 我别 我特别傻 我一直 爸爸一直想给你一个完成的家 知道 我从一开始 可是 就看错了一鸣鸣 我以后啊 一定 一定 会保护好你的 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搞定了 不愧是少爷的女人 很棒 真的棒 那个 谢谢你 我不吃天使 出荷 我 我 也不得了 还不得了 我 你 还不得了 我 你 嗯那个你嘴上有东西 嗯 我吃个新手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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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对不起 云小小 你妈这不是云大小姐吗 抓了人也不是要道歉 你妈就这么教你的 我只给人道歉 这有人吗 我没看到人 哪有啊 你是没吃饭嘴吃屎了 这么丑 放手 藏狗不当道 你说谁是狗呢 你说我是狗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 你才是那个狗呢 你就是一只发情的母狗 连个瘸子也不放了 我知道了 你们三个其实连个伙来欺负我呢 是吧 你们三个 晓晓 我不走 不要跟这女人一起讲了 不值得 余晓晓 我撞死你 晓晓 怎么了 你刚才是在为我出气吗 那里呀 那是因为他骂我了 所以我 所以 你喜欢我 大家都是朋友 对吧 楚河 是 是吧 那我们之间是什么朋友 男女朋友 我的 晓晓 这是小舅妈妈 好漂亮 好漂亮呀 告诉你个小秘密 舅舅从来没有带女生回过家 你是第一个呀 晓晓 你怎么来了 舅舅这么久不来看我 所以我就来了呗 小气 舅啊 背景有点忙 哦 我知道了 忙着谈恋爱 对不对 谈恋爱就该谈恋爱的样子 准备哦 加油 你谁学 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欠我一个 你以为你有想到要我做什么事了 陪我参加一场商业宴会 做我女伴人 这不太好吧 要不然你再去看看其他人 我只要你 这个 为什么不行 那以前我手里的硬是梦魂 那个 我去 我去 宴会 什么时候开始 三天后 我去接你 妈 吓我一跳 你那个婚前协议到底找到没有啊 没有 我昨天肚子一直疼 那你还有脸在这儿睡觉啊 还不赶紧去找 你说 这也计要是真跟你离婚了 我们一下三好睡马路上去啊 我不是趁着想办法吗 那你倒是赶紧去想啊 哎呀想想想想想什么 想你个大头鬼啊想 你怎么一拍 拍到我头都晕了 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儿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不想离婚了呀 人家是腾腾叶大小姐 我们孤儿管母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都快被你烦死了 你天天胡思乱想听什么呀 我当初不是为了叶家的财产 谁愿意娶她呀 当年她前夫车祸死了 我好不容易趁血而入 哎 我这么多年忍辱负重逢上做戏 没想到跟我来这么一处 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那小野众和野青一模一样 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 处处真给我们母女俩 我知道这么多年也苦了你们了 再忍忍啊 我尽快把公司的财产都给她转移出来 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 就可以真正的团聚在一起了 It's better that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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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了这是 怎么回事啊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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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下过来 先坐下 我去拿毛巾啊 这什么玩意啊 这么 这么臭 啊 这 这手怎么回事啊 疼 跟爸爸说怎么回事啊 还不如那个云翔想干的 站住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看看你什么态度 欣田手上的伤是不是你弄的 那是他活该 那你要不要跟他道歉 那你要不要跟他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你妈就是这样教你的吗 你可以说我 但是我不准你说我妈 你正是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 长辈 你算什么长辈 如果没有我妈 你什么都不是 你再跟我说一遍 李一鸣 干什么 干什么 你看你是宠着他啊 你看你把他灌成什么样了 我自己的女儿什么样 我不清楚吗 要你管 我不管 那是个家我就待不下去了呗 待不下去更好 离婚吧 离婚结束 你签字 你签字 清清 别跟我开玩笑 我 我刚才只是说话冲动了一点 对不起 云一鸣 我没跟你开玩笑 清清 签字 怎么了十几年的感情在这儿呢 我刚才只不过是冲动了一下 我承认 我刚才对想想的态度非常不好 我检讨 我错了 你也不希望想想 从今以后过单亲家庭的生活吗 再给我这机会 行不行 来来来来 吃个苹果 云一鸣 你能给自己留一室尊严吗 那我就更不能离了 云一鸣 叶小姐 无力是 好久不见 快坐 还是云一舅啊 这是想想吧 对 吴律师 我们今天请您来 是想要回那份 贡献协议书 好 贡献协议书呢 我给你拿过来了 谢谢 云一鸣应该开始向外 转移共同财产 这些个财产证明啊 就是最有利的证据 可是 这证明 我们怎么弄啊 我的离婚协议在哪里 妈 你说那个萧总 她还会来吗 她对叶家忠心耿耿 在公司里 也一直被云云排挤 能找的只有她 真不好意思 这个龙胖主持 等你们久等了 您坐 难为你们了 你是叶家的老人 我信得过你 有件事想拜托你 您有这么丰富 尽管事 是这样 我想安排一次查账 你看怎么操作 查账没什么问题啊 小姐 您可是持有公司股份的人 查账 完全不是问题 我的股权 都由云一鸣代持了 这个 我想想 对了 明天刚好是礼拜天 您呢 来公司一趟 我帮你们想办法 好 太谢谢你了 应该的 应该的 喂 怎么样了 哎呀 云总 您可是老婆生死啊 菜的分毫不差 他们还没有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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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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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河 楚河 怎么是你啊 你吓死我了 都 你们怎么在这儿 走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过去就知道了 这里好黑啊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这也太好看了吧 都是给你准备的 真的吗 这些真的事给我准备的吗 当然 客气挑一点 不错 实则 不错 楚河 词曲 李宗盛 感谢观看 知道我是谁吧 知道 以后不准再跟您一半点 好 感谢观看 谢谢你跟我的惊喜 我很喜欢 你是说喜欢我 我先回去了 拜拜 事情解决了吗 解决了 小事 少爷 云霄姐这次的事情 好像有些麻烦 咱们是不是 该出手解决一下 我一定要保护好夏小 小姐 萧总 你们来的是吧 你们去办公室做一回呀 我就拿要吃 好的好的 您快一点 我很着急 他们到公司了吗 来了 好 那一千万几万净讯 好的 好的 来 教育了 来 你行吗 想想想你别走来走去的了 我总感觉 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怎么了 说不上来 要不我们改天再来吧 小总 好了吗 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个财务这门卡怎么不见了 我明明放大理的 怎么说不见 小总 你开什么玩笑 这件事情非常着急 我今天必须查账 我知道你着急 这不是卡不见了吗 这个我明明是放大理的 怎么说不见不见了呢 我想了想 奇奇的怪的 我 我就 我就 放 您说的 是这张卡吗 这是我们家门卡 是不是 我们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哎 哎哎哎 快点 去 måste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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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wechsel一点门卡 应该也成功 这 这个 最近啊 财富奋账 保玄规的钥匙 我也不见了 还有这个密码 我又忘了 这年龄大了 哎呀 您是真忘记了 还是假忘记了 真忘记了 萧总 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何必这么戏耍我们母女 哎呀 小姐 我是能弄人吗 不可能的 哎 绝对没有啊 妈 我们走 哎 小姐 喂 云总 东西找到没有啊 老师 自然 按照你的吩咐 我已经把他们打发了 坐好 辛苦你了 徐一鸣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 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你 来 过来 坐 你来干什么 我来谈离婚 之前呢 你们把我想得太复杂 我跟你之间 感情发展到这个程度 不如就离了吧 我拍摄 你身 wel Mix 啊 你让我认识 你不为我 就把他既然 我来谈你 让我说 你不为我 你不把我 我 NRG 根据当年的婚前协议 余明 我希望你放弃所有财产 尽身处 监警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任劳任务的这么多人 居然会让我尽身处 这场婚姻本来就是一场骗局 你这么对我看 所以我今天必须得让你尽身处乎 是吗 怎么回事 这张纸是真的白眼 你凭什么让一箱白纸要求我 尽身处乎啊 你 真无耻 那又能怎样 就是你们想让我尽身处乎啊 就凭这个吗 就凭白纸吗 啊 我的婚前协议呢 我也想知道啊 到底去哪儿了呢 到底去哪儿了呢 你去哪儿了呢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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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原件 这个是真的协议 就凭着一张破级 你们就想让我进身出户 你们也太想看我云一鸣了 一张复印件而已 复印件 你以为我会把真的协议传在家里 你偷走的 似乎过是一份复印件 那又能怎样 现在云氏集团 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子 所有的财产我都转移了 你们不是要公司吗 给你不就是吗 还有你 看着我 你再喊我一声棒 不可怜可怜你 就赏你个万二八千 是吗 那我还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呢 马上感谢 啊 但是很抱歉 你转账的账户已经被我冻结了 我发过很多大动物 把你带过来 你让我带过来 以后 你没有关系 你可能刚才是 你就把你带到你 我没有关系 我真有关系 不需要 Were you 我 也是董事会的一员 这里 是我们少爷 持有夜市集团的股份 一共百分之二十 请您过目一下 现在我们要查证 另外告诉你 云一鸣转移出去的财产 已经被我冲击了 这是你转移财产的证明 破队了 这也是一份风险 你不仅仅要谨慎出户 我们还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你没有转移过共同财产 这子虚乌有的 既然你 不想协议 那我们就法庭上见了 清清 清清 咱不离婚 你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 我们二十几年的夫妻感情 挺多的 我对你是有真的感情的呀 我去予已决 你不要再说什么了 好 离婚 但你看在我二十年任务任怨的份 你给我发点工资也是好的呀 云一鸣 你自己不想想 这二十多年 你都干了些什么 欺骗叶家 欺骗我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拿想想当工具 愿一鸣 你不感到羞愧吗 净身出户 走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了 给我闻开了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好 你 云总好雅兴啊 傅先生 傅先生今天怎么会有婚过来啊 云总如此对我准未婚妻 我怎么能不来 那太好了 那刚好一家人 谁跟你是一家人 我未婚妻说话了 云总请吧 小杨难道要我亲自送云总出去吗 傅先生 今天 多亏您了 我们家的事 让您见笑了 您不必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叶夫人是长辈 以后叫我小傅或者四汗就好 你们俩这是 叶夫人放心 我会照顾好小小的 谁要你照顾 冰箱 我们不是已经确定了吗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那你什么时候答应了 思涵 你对想想的心思 我都看到了 不管你们俩最终做什么决定 我都祝福你们 妈 谢谢叶夫人 明天的宴会我准备好了 宴会 是你之前说的商业宴会吗 不是商业宴会 是我们的订婚宴 resonates 都想 selections 嗯 能建超 OK 看看我的宝贝女儿 真漂亮 baptism 就是 叶夫��만 进来吧 楚河 十四还让你叫我下去的吗 我马上就好 你等一下 不是 是 少爷到现在都没来 他怎么会到现在没有来呢 他去哪儿了 你不是一直跟着他吗 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我们出发之前 少爷接到了副老太元的电话 打完电话之后 少爷的脸色就不是很好 他让我先来陪陪你 他去一去就来 可是 都这个点了 我还是联系不上他 他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 不会的 不会的 宇小姐 少爷他肯定会来的 他还说 要给你个惊喜 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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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 脸色这么差 没事吧 你是思涵 思涵怎么了 他怎么现在都没有了 不要担心 思涵 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他一定会来的 对不起 傅思涵 是我的鲁莽和无知 忽视了你的感受 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真的爱上你 为了妈妈 我伤害了很多人 甚至包括你 但我真的很害怕 荷梦成真 傅思涵 你能听见吗 抱歉 我来晚了 小晓 我听到了 你没有伤害我 反而治愈了我 你的那份执着 让我能够 吃好腿病的心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训练时 告诉自己 一定能在这一刻 站着拥抱你 我 做到 小晓 小晓 我 不曾相见 给他那种尴尬笑容 我以为我 是你的志气 对头的笑容 让我吹吹那句话 在丁门眼中 动成灰 你会对我 另一相待 体确完全不灵气 这对我 都是个意外 你的动力 自信 和精力 泄露 虽然你很忙碌 但只有善良 而有勇气 你是鸭子的这种不动 你让我真正能够了 爱就是谁 谢谢 此时 此时遇见 除此相见 病房内 干大的相遇 以为你只是一个冷漠的大少人 从未曾想到 在这冷漠的外表下 有一颗正直 而炙热的心 是你帮助我守护了妈妈的幸福 也是你在关键时刻 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虽然你之前无知莽撞 但你将会成长 是你一直默默地支持我 给了我信心 我爱 谢谢你 刘先生 一生 就请多指教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